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锦标赛当中 当时资格赛成绩是排在了非常靠后20多名 在个人全能决赛之前临时接到了比赛任务 最终他把握住了机会 是获得了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赢牌 这是安徽比尔的合历程 资格赛个人成绩总分第二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能够在这次的个人全能成绩里面跳马上五分的两个人 一个是他 一个是张景 跳的是五点二的难度 总圆 直体 后空翻 转体 720度 身体姿态还可以再加强一些 并腿 要把腿并上 膝盖稳直 不能交叉腿 脚尖 稳直 合历程 难度分是5.2 完成分8.3 福建队秋奇元 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的福建队选手 他这个动作跟前面登场的唐锡进是一样的 剑子后手翻 直体后空翻转体 360度 难度价值 4.2 这次虽然我们说这个 其实在资格赛当中 除了第一名秋奇元有55.350以外 后面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分差 都很接近不到一分 所以可以说秋奇元是大比分领先 在资格赛当中获得了第一 而且这个成绩是要进入到格伦全能 最终排名次的一部分占了50%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第二组的韦小元 高低杠是他的强项 他是北九州市领赛高低杠的世界冠军 并正涛360 科莫娃换杠 瓢空翻换杠 范利文 并正涛180 他比资格赛多做了一个一组的转体 刚才我们可能听到了科莫娃换杠 还有范利文 这个动作在前一个周期都没有在难度表上秋奇元的分数 12.90 跳马不是他的强项 这是他在四个项目当中比较弱的一项 好 再来看跳马的场地 一个比赛的进程是很快的 向露露 前两年的市井赛 他出镇率非常高 全景赛 剑子后手翻直踢后空翻转体 三百六十度四点二的难度 现在如果回放的时候 能够切一下刚才微小圆的高地杠回放就好了 可以讲一讲 他的连接价值 他的那一套高地杠的连接价值很高 他开场第一个就是一个长连接 两个翼一个地的长连接 能够加到0.3左右 然后他后面还有两个翼组的转体接 曲体叶根 那又是一个两个翼一个地的连接 那么也是 而且现在的下法达到了D组以上 还有下法的加分0.2 除了跳马没有 其他三项都有下法加分 再来看跳马 王冯队的欧玉山 第一组的选手除了刚才和立成 不少的是5.2以外 其他人跳的都是一样的难度 李小圆难度升到了6.6 他原来6.4 刚才我们看到他把加了一个E 这样他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的E 增加了一个应该达到6个E 然后D就少了一个 这样的价值就多了0.1 然后还增加了一个连接加分 因为他的两个E组转体 连接加分就比原来又多了 所以他的那套高低章在后面的单强决赛里面还要再比一次 我们可以再仔细地给大家讲一讲 13.050的跳马分数 欧玉山 这是浙江队的张清盈 她是跳马这一个项目第一组里面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 跳的是一个总员 直体后空翻整体3.6 难度价值是4.4 全能型的选手如果是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话 跳马要是低于5分的话 那么竞争力就不是那么强了 衔比方奖 写成城 华平一艘 华平一艘 甚至2 最后 taken 这样全能提供吗 张景 这次是代表上海队参赛 也是国家队选手 这次也是资格赛没有比好 他的资格赛成绩是排在了第十 所以是在第二组上场 自由突破上海 北京的韩天 加油张景 加油 张景加油 后摆 分腿前空翻 叶格 瓢空翻 换杠 哎呀 这里出问题了 灯杠回环 京道立腾空至高杠 现在叫马龙泥换杠 这是个地主的换杠 灯杠三百六 下法 张景这次资格赛比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把自己的最好状态 调整出来 那么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分腿的叶格 比并腿躯体的要简单一些 比肢体的要简单一些 比肢体不要更简单 瓢空翻 换杠 这两个动作呀 他是跟唐锡进的编排 正好反过来 唐锡进是把 这两个动作的顺序 掉一个以后 做一个连接 湖北队的赵嘉怡 他是平衡部项目第三组 第五个上场的选手 交换腿截环 挺身侧空翻 后手翻下摆 乘纵母座 戈萨克蹲转720 交换腿皮插跳 胯跳结环后手翻 这三个要连起来做 中间不能有停顿调整 手包括手的调整都不可以 团身侧空翻 不必要的手部的调整 都是扣分点 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选手 比平衡目当然了 他们是第三组的选手 下法都使用的是 肢体后公翻 转体720度下 还没有达到加分的标准 平衡目的时间是90秒 对高水平的选手来说 平衡目是要表现出 节奏和韵律的变化的 但是对能力比较弱的选手来说 他要把编排的动作全都脸上 然后单个完成的动作 尽量脚下干净 没有出现太多的扣分点 这是他们的任务 中文字幕提供 高低杠成绩12.250分 难度4.8 高低杠难度最高的 从自个赛来看是6.4 罗蕊和邱奇元 韦晓元她的三套 韦晓元刚才已经上到了6.6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4.8难度就比较低了 赵家仪难度5.3 完成7.5 贾若仪 贾若仪 河北队选手 交换腿比刷跳 胯跳结环 横分跳 后手翻 拉拉提掉了 在编排要求里面要有一个 至少要有两个腾空连接的 技巧连接 其中要有一个是空翻 这是为了编排 团身后空翻 蹲转 三百六 蹲转 三百六 二百六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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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四千 团身后空翻两周下 四千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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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剛才我們看的 看到的满足了编排要求3的一个连接 这是长串连接 就是由3个舞蹈还有技巧组成都可以 下法 后团两周下是D组 这样可以增加0.2的下法加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高低杠这边 现在是一个回放 这是浙江队的张欣怡 灵力转体 灵节转体 并可缺体的叶格尔 调空翻换杠 腾生前回环 腾生前回环180 灯杠湖景换卧至高杠 很好快啊出来 难度5.7 贾若仪 10.350分 今天的个人全能决赛 第一轮之后目前邱吉元的分数打出来以后 加上他全面资格赛的成绩 目前排名第一 也就是说现在是五项的排名 第三轮之后 第三轮之后在COT造像 就在上台陈述 肥小元 平衡木 他的这个交换腿结环 就明显要比前面登场的选手 令度和幅度更加的到位 满足了编排要求 3 加罐腿比叉跳 比叉跳180 这是三个连在一起的长串 满足了编排要求2 挺身前空翻 双脚起的胯跳结环 后手翻 团身侧空翻 满足了编排要求4 这边后股翻两周 转体720度 没有达到加分的标准 跳步的要求 在女子体操里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举 因为他的要求是不是说针对通用的 我们说的这个并腿啊 满脚加勾脚 不是 他是每一个跳 比如说交换腿比叉跳 他就要求你自由腿至少前摆45度 自由腿直的就是直的前摆 然后这个然后一组裁判就说如果你低于45度就0.1的扣 如果你自由腿弯曲0.1到0.3的扣 这个不是通用扣分里面出现的 通用扣分就是每个项目都可以扣 高低杠这是第一组选手的项目 第一个上职合力程 凌转 并腿曲体越格 针杠360 分腿特卡切夫 腾空高度应该再高一些 调空翻换杠 刚才我们介绍过 他是低到高 然后同档的飞行 这个是满足了 连接加分的要求 高低杠的连接加分 他的公式是这样的 在地地 加领免疫 不管你这两个是什么 换杠也好啊 飞行也好啊 转体也好 维小元 13.30分 他这个慢动作啊 再往前面打 因为他这是一个连接 他前面是一组专体 然后再接这个 并腿曲体的 液格扎杠 这是一个连接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 由低到高 然后同档的飞行 和平城高低到14.20 休息员高低到 他这一串连接啊 本来是一个 异地的连接的 掉下器械 科莫娃换杠 再次掉下 但这个确实是很难 这是个异组 他改了一下动作 他本来啊 是灵力转体 灵结转体 然后做直体的液格 但是他刚才改了 今天秋奇元 预赛第一以后啊 很多小选手 他会心里面有想法 就觉得我决赛 也希望保持这个名次 但是这就是说 为什么要取 两场八套动作的总分 就不容你有任何的闪失 要求成功率更高 因为在市井赛奥运会上 个人全能 他只计算你一场 四套的总分 所以说就要稳打稳扎 不管你上一场 比的是好还是不好 今天这一场 只需要做好当下 太想赢了 反而会出事 他的强项就是高低纲的 他的 他后面还要参加 高低纲单向决赛 他的难度 是全场最高的 六点四 全场当时资格赛 只有两个六点四 一个是他 一个是罗瑞 向露鲁 高低纲 分正涛 后越至高杠 调空翻换杠 就由低到高 高到低 他是接了同杠 就是由低到高以后 接同杠的飞行 平转接并退曲体的液格 这个就要比 直体液格要简单一些 就是个D 还 倒立没有转正 下方 也可以获得一个0.2的加分 达到了D组以上 灯钢回环 换卧至高杠 这种换法 他的学名是 躯体腾身后回环 腾起至高杠 一种难度 他高度很好 刚才这个躯体的液格 D组下方 这个动作啊 在第一周转的时候 叫莫里奥 如果在第二周 才转360 就是婉转 叫丘索维金纳 这都是新增加的命名 这个动作本来就有 但以前的规则 没有写命名 现在都给他加上了 丘索维金纳 是在巴黎新周期 国际体操联合会 运动员代表 高低杠 下面是欧玉山了 国家队选手 这次代表广东队参赛 广东女队 是这次的女团 冠军队 登钢回环 180换过去高杠 一地的连接 地组的换杠 登钢回环 然后是梅梅尔换杠 顺下来了 因为前面呢 成绩好的 难度高的 都出现问题了 所以他这套高低杠 虽然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他顺下来了 范立文换杠 是以荷兰选手范立文的名字 命名的 也是新增加的 现在的 在这个动作上 加了命名 原来没有的 原来这个动作有 登钢回环 180换组 现在加了命名 七体登钢后回环 经道立腾空去高杠 这就是玛隆尼换杠 地组 这就是玛丝尼换杠 浙江队的张青尹 高低杠 堂锡进江是这一组里面最后一个上气鞋的 登钢回环 登钢回环 他今天一上气鞋的感觉不太对 所以他道理的时间停得很长 节奏就乱了 但他选择动作跟前面选手都不太一样 他擅长完成登钢的动作 刚才这个分腿塞卡切夫的高度低了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擅长的 有选手擅长腾身 有的是抛腿 有的是登钢 但是同根的动作不能超过三个 登钢 登钢 并退 躯体 跃杠抓杠 这个地方过了 你看他瓢空翻的时候 人都已经 在整个人的身体有一半已经在低杠的上面了 但这个地方动力就不够 这里离杠也很近 每次看到这些小姑娘啊 在比赛的时候出现这些状况都觉得很心疼 但其实他们在一场训练当中 这些都是他们的下场便饭 所以说真的练体操的孩子都是非常顽强的 得分11.750 最后看到的是这一组的唐希靖 第六个上场的选手 唐希靖也是要参加高地上单向决赛的运动员 马龙尼换杠 瓢空翻换杠 滴滴的连接 范利文换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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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力转体 灵结转体 扭致 扭致大回环 扭致大回环360 躯体叶根 这个长串 下方 后置两周下 地组 它是今天高地杠完成的最难最稳的 难度不是最难的 难度是刚才的6.6 它是最稳的 唐希靖 它这套高地杠 翼组有三个 范利文换杠 是一个翼 灵转 一个灵力 一个灵结 这个三个翼了 还有五个地 就是它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 就没有低于地的 然后它连接 开场第一个连接加0.1 然后后面的长串 就是两个转 三个转体 加一个飞行 连接0.3 下方还加0.2 所以它这套难度的价值 可以达到6.1 太规范了 太稳了 刚才我们可能看到 前面登场的 临时上难度的韦小元 还会有一些 就是惊险 因为它动作实际上完成的 还是有一些 你会发现 是有一些 状况在里面的 但是它把它hold住了 但唐希靖真的是很稳 你看它0力转0节转 暴力的位置丝毫不差 这样第二轮的比赛就结束了 球球团圆 平衡幕 球球团圆 平衡幕 本来是交换腿比叉跳 接交换腿180 再接后手翻 下摆成纵幕的1和2中间断了 夹 箭子 直体后空翻掉下器械 今天两套都失败了 高低杠和平衡幕 这是它最强的两项 横峰跳和狼跳 满足的编排要求1 满足的编排要求1 横身侧空翻 大15 今天这 这两个都是D 刚才这个横幕 比叉跳180也是 挺身前空翻 比叉跳结环后手翻 依次落 交换腿结环晃了 这里断了 它很聪明 后面有两个B组就不做了 减少扣分 直体后空翻两周下C组也得不到下法加分 今天呢 这个邱七元真的是 把自己最好的最强的两项丢下来 他本来非常有希望能赢下来的 他的预赛之后 个人就是全能成绩比第二名要高了2分 他今天只要剩下来是很大的希望的 虽然他的跳马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但是他前面有2分的领先优势 赵佳怡跳马 今天大部分跳这个432 所以这次4.2的价值成了一个平均值了 一会儿等一下秋季元的平衡的回放 只有12.30分它的平衡 比他资格赛低了2.65 5 安徽队的向露露 他的这个长串成了 你看就是要保持这样的节奏和速度 稳定性才会承证你这是一个长串 才给你0.1的连接加分 就长串加分 请身前空翻 纵分跳 אם as 就是 Or in and i a 比得相当好 像露露 前面秋雪原 并没有影响她的状态 她的平衡幕 整个的节奏 稳定性 而且她把平衡幕 所应该具有的韵律 展示了出来 平衡幕 好的平衡幕 她的节奏是缓急有致 你看她 在幕上就如履平地 有个选手她不敢发力 就如履薄冰 脚下非常稳 连一根小的挪都没有 她资格在正好13名 然后前面即使是连替补都没有轮倒她 所以真的很可惜 她这次的个人全能决赛平衡幕 比好了 十三点七五零 欧宇山的平衡幕 欧宇山的平衡幕 前手翻队伸前空翻 交换队伸前空翻 交换腿 比叉跳 比叉跳 转180 跨跳结环 和手翻下 落成纵目 齐坐 交换腿 交换腿结环 大晃 挺身前空翻 横分跳 后手翻 满足了编排的要求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编排要求 要有的不同方向的技巧动作 900下 所以她落幕以后 她是背项目的 其他选手720面项目 从回放里面可以 这就是刚才看到的一个 在幕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下法升级主要是为了能够拿到0.2的下法加分 张青颖 平衡抹 踩空了 所以她本来是要编的 包含上法的三连接段了 满足的编排要求2 要有一个转体 这样就可以获得0.5的编排要求分 编子直体后空翻 团身侧空翻 只要不扒幕就好 交换拳比叉跳 竖分跳横分跳 这样她的这个长串0.1的长串临接就获得了 她完成的很快 一会儿看她前腿有没有跟幕面平行 后驱两周下 今天我们在平衡幕切出来的下法当中 这是一个相当难的 平衡幕因为她跟在平地上完成动作 当然是不一样的 她的这个受力面积很小 所以在自由操项目上 这个动作呢就是个D 但是在幕上她就生成了E 而且还有个0.2的这个下法加分 修操的场地 维小人 维小人 直立后空翻 转体900街前驱 直立后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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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环 1440 哥萨克蹲转720 460 哥萨克蹲转720 过程 这些上次并不是它的强项 刚才可以看到 他的技巧和舞蹈难度都不是很大 张千颖的平衡目是13.50分 那边自由操场地比赛就结束 这边的平衡目 唐锡进上场 剑子拉拉提上 剑子直抵后空翻 交换腿比刹跳 胯跳结环 后手翻 这是他的一个长串 要注意开度 满足的编排要求2滚翻 满足的编排 有一个转体的 单组的转体 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要有 哎呀 这里就断了 一组的下法盯住了 唐锡进 唐锡进 总能给我们惊喜 她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姑娘 表面上看云淡风轻的 但实际上充满了力量 她的内心的力量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为小元 自由操不是她很强的项目 所以分数这样的话 也可以理解 选手在完成编排的时候啊 他要理解教练员的意图 教练员肯定是按照编排要求进行的 像前面有选手就是在完成前面一个D组的技巧之后 他两个后面两个原来编排的B的跳步他就不要了 因为那两个动作呢 如果做他也没有长长连接加分 而且呢 他的扣分点还会存在 因为完成裁判 不管你的这个两个动作是不是最高难度里面八个要取的 只要你在墓上做 他就会按照扣分的要求去扣 那么但是像唐锡进 他后面为什么要把那个两个跳步做了呢 他有一个编排要求 一就是至少要含有两个不同武脑动作的连接 就是一个劈腿一百八 就是重劈腿横劈腿这样的单脚或者双脚跳 所以他存在是有价值的 平衡目项目呀是最长的 你看吧 像自由操啊 尤其是高低杠 你取八个难度 我就做八个难度 但是平衡目有的选手 他有十八个难度 其中只有八个进入到最高难度 其他的都是C以下的 目的就是为了正连接加分 目前排名 唐锡进第一 欧玉山第二 向露露第三 安徽队的合力城 这是很明显的断了 便宜仁 还有两个难度 是 故随 诈 说 反正 诈 与 正 好 这个尝尝过了 平衡幕的连接加分 它是类型有很多 有混合连接 有技巧连接 那么混合连接里面 还有仅限于转体的连接 所以长串里面 它有的就是 基本上是用混合连接 很少说我长串三个都是技巧 它有的是技巧接舞蹈 三个动作 比如中间这个 它既会跟前面的发生连接关系 又会跟后面的发生连接关系 全国锦标赛 现场是很安静的 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比赛 女子比赛 即使隔壁场地有自由操的音乐 也不是那么 不是特别声音大 但是像国外的全景赛 像全美锦标赛 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内的 比赛 比赛 现场就会有DJ 放一些背景的音乐 那么它是一些电子舞曲 所以可能会比较好 调动起选手 或者说是观众的那种 热情吧 太安静 当然就是每个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这种 文化背景不一样 第三轮的结束了 第一组的选手 最后一轮是比自由操 秋吉原很可惜 在自己的两个强项 高低杠和平衡木上 都没有发挥好 所以现在已经排在了三名开外 好 来看一下目前经过了三轮以后 然后七套动作的总分 目前安徽队的何立成是排在了第一 唐锡进是第二的 何立成和唐锡进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是前后脚上场 最后谁能够获得更好的名次 决定于 就在于这套自由操了 男服再一次超越自己 超越 女子的人全能的经营铜牌 第一组的选手 最后一项是自由操 场上的是安徽队的向露露 能复 ihre 人数分钟 男人 我的名字 有 你不是 feminist 你不是男性 是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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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跳马得分是 12.950 张欣怡 浙江队选手跳马 他要跳得难一些 多0.2 完全不错 但总的来说 跳马如果说一个队伍里面 50个人 只有两个上5分 这个确实是不太乐观的 下路的总分打出来了 在第一组的选手自由操比的 现在还有几位选手没有登场之前 目前的总分是排在领先的位置 欧宇山自由操 直里后空翻 108 直里后空翻转去900 再接了一个躯体前空翻 这是个DA的技巧直接连接 团身后空翻两周 第一组的技巧 广东队的欧宇山 这个直里后空翻转 1080度的落地 失去控制了 这次这样的一个连接 就是这个动作后面有接前团的 比如说唐锡进 那么这样接了一个A组的话 它都是一个技巧的直接连接 有0.2的加分了 因为它前面是达到了一个E组 13.050的自由操分数 现在总分打出来 排在了第一 那么第一组后面还有登场的选手 包括有张清颖 唐锡进 唐锡进 何里城和邱奇远 虽然邱奇远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 但是目前在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个项目之后 现在排在比较靠后 但是因为它是预赛第一名 所以它出场顺序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张清颖 来了 团身旋 刚才还说呢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团身动作上加转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枚选手你看他的腿部力量很强 弹跳的也很好 能看得出来 他脚下很稳 刚才有一个团两周落地以后还反弹 就说明他力量太强了 这将对着张亲颖 团圈后空翻两周转体360度团圈圈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翻还是要继续提升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团360旋 都觉得很厉害了 真的这样是到国际赛场上 你去再看一看其他队伍他们的自由操的单个空翻 所以这个四个项目要均衡发展 后面还有自由操项目这一组 还有三个人没有登场 唐锡进 何里城和邱气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唐锡进的自由操 他是预赛自由操项目的第一名 当时他的难度是全场最高的5.6 直立后空翻转体1708街 团圈前空翻 这是一个技巧的直接连接 0.2的加分 直立后空翻转体900街 区体前空翻 这又是一个技巧的直接连接 但是应该是DA的连接 所以加0.1 相连是重头戏 逆转1440 太正了 这是个一组的转体 屈体后空翻两周 交换腿结环 交换腿跳180 tecnología 不就不易 reconciliation 不要 そんな事 不容易 踪掌七百二 唐锡进 他今天这一套自由操 为自己的今天的四套动作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在今天的这四套动作里面 都应该说是 发挥的要比他资格赛都好 那么后面就是何立成了 要看何立成的发挥了 刚才我们说过 他们两个谁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决定于最后一套自由操 何立成的自由操难度不是很大 跟唐细庆相比 难度差呢 有一点但是要看临场发挥 唐细庆啊资格赛还是因为 被扣掉0.3的出界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是单向的第一名 所以这是他最强的一项 他现在做力转1440是越来越标准了 他刚才这个工作真的是经得起各种角度的慢放 自由操成绩 自由操成绩13.700 这个分数要比他的预赛高出了0.35 总分是108.850分 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 就是在资格赛当中的 个人全能成绩排在第一和第二名的 先来看安徽队的何立成 自由操成绩 高几腿720 低水平整体360 这里后空翻1708届前团 1A的连接加0.2 但是出现了状况 这里后空翻转体900届 去体前空翻 DA的连接技巧 直接连接加0.1 这给后空翻2周 和立成 就是比较可惜了 开场的第一个大空翻连接 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误 他们两个呀 其实在前面的分差就比较小 最后一轮两个人的难度分差上 也就差不到0.1到0.2 那么 刚才 他的成套 因为你看编排 他这一套动作 跟唐锡进的动作大同小异 尤其是开场的两个连接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的完成质量 可惜了 是一条坏的 与你这一方面的 对于是一条坏的 是一条坏的 对于是一条坏的 所以我可以去 对于是一条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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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条坏的 就像那样的 对于一条坏的 他做几个动作 跟唐锡进刚才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唐锡进 刚才有个直体转体 力转1440异组 那么他的成套动作里面 除了一个后制1080异组以外 就没有这个异了 但是他有两个 就是去两周团两周 这两个D组的技巧动作 总的来说 其实比了最后就是比完成 因为难度分0.1 0.2 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你一个中错就0.3了 第三 目前唐锡进第一 欧玉山第二 两位国家队选手排在了前两位 最后就剩下福建队的邱其元 比自由操了 托人 刚举腿转体的720度 也叫梅梅尔转体地主 团身后空分两周 交换腿截环 交换腿截环180 弹身前空翻 直体后空翻转体720 交换腿皮插跳 180 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地主的结束动作算是下法 达到了地主以后 加0.2秋季元 秋季元今天的表现 自由操发挥得很好 但是他的最拿分的项目 高低杠和平衡木 出现了多次的失误 所以使得他现在就 其实在前面的轮次 就已经提前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欧玉山和唐锡进 这两位在资格赛当中 排第五和第三的选手 在今天的个人全能决赛 四项当中 现在冲到了前两名 而且也很可能 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排名情况 所以多参加比赛 这个对选手的成长 是有很大的帮助 运动员在场上 完成动作的时候 不仅仅是我的训练水平 我的能力 我的竞技能力 很多是你适应比赛节奏 和场上的各种状况的 一种心理调节能力 有些小选手吧 他就是资格赛 因为放开了笔嘛 反而出现好成绩 等到了绝金牌的场次 就开始有一些患得患失 那样的话 反而就容易出现问题 第七名秋季元 这样最终 代表北京队参赛的 国家队选手 唐锡进 是获得了 本届全国锦标赛 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冠军 获得亚军的是 作为广东队选手参赛的 国家队选手 欧宇深 获得第三名的是 安徽队选手 河立成 第四名 安徽队 向璐璐 代表广西队参赛的 国家队选手 为小元 是获得了第五名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次个人 女子全能决赛 加资格赛以后 总分的排名情况 好的观众朋友 在浙江杭州 黄龙体育中心举行的 202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女子对人全能决赛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